我们这四行番茄拔羊以后准备做另外一个新品种的测试试验 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种植槽 它的上一茬的一个根系 一个情况 我们打开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图红布上面白色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然后我们再透过这个图红布再看一下整个根系 看一下 这全是有番茄的根系 整个都是 和桃类之间一个无缝堆积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刚才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半水培槽里面 那个土红布上面这个白色的那种东西 实际上是微生物啊 它在生存 繁殖时候那种状态 这是我们做有水培 种植模式改成半水培模式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前一楼栽培啊 这个水培这一块呢 它没法和微生物结合在一起 微生物呢和根系呢 它又是一个共存的一种状态 能相互促进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桃类进行一个延伸以后 然后把微生物融入到这个种植的模式当中去 这样的话 包括我们通过这一茬到两茬 我们观测以后 也发现 它要比这种水培啊 这个作物的长势啊 包括它的品质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 所以这种半水培模式啊 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推广价值的